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的一片荒山是如何变成花果山的 也玫瑰花发酵做出来的蒸馏酒是啥味呢 开源是临风香魏家村的香菇产业 靠啥带动了村民致富 明长城遗址 山地花园 满足刺绣 走进陵海市温低楼镇 立足新三农 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主持人俊风 随着这个网络的不断发展 也催生了电商产业的不断壮大 但是这个农产品啊 大部分和这个普通商品不一样 你就拿这个水果来收吧 如何能保质保量的送到这个消费者手中 这是一个问题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看大连的唐英博是怎么做的 你看一下这片园 现在这树上的果已经有五万斤 已经预收出去了 就是意思说 果还在树上 钱已经摘在我的洞里了 这小伙子好大的口气啊 不过您可别不信 他还真不是吹牛 这个生态园位于金浦新区七顶山街道老虎山村 面积一共有五百亩 唐英博是农二代 父辈前些年把樱桃园打理的是有声有色 他接手之后就一心想着要有点变化 肯定是在销售的 因为父亲那边都是老的 他上网有一些还都不会呢 卫星呢 他还不会使用呢 在卫星最早一批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媳妇 那个时候往外卖 就是说一斤能卖上五十到六十一斤 电商卖水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如今各大电商平台 微信社群团购 视频直播平台都为线上销售水果 打开了新渠道 就拿大连樱桃来说吧 眼下线上线下销售额已经基本持平了 今年还有多少单 2935 将近3000单 这是今天要发的还是说这个 这个是系统里现在还剩余的 还没有发的 只是说预售了 估计今天应该看这情况 两千多单都发出去不太现实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发走了1000多单了 电商卖水果销售端是多了 可回归到果农这里 还是要解决几大问题 一个就是订单量加大 如何保质保量的 把樱桃运到消费者那里 另一个就是线上品质要求高 如何做到品控 唐英博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对待顾客一定要诚信 说到做到 我分级 说到是在把课以上的 10课以上的 还是说10课 还是说12课以上的 反过去的货必须是振的 不能出现说 我卖给10课的用途 出现在把课身上 你看现在这些这么多的人 都在那分级 每个人一把卡尺 所以叫秤 客数秤 就达到这个标准呢 帮你放 达不到标准就刷出去 只要口感和品质好 顾客越来越多 预售可以先把钱收回来 还提高了效率 跑出这么多 但是不是所有的农户 都能通过预售来实现高效益呢 就预售也是非常困难的 必须老百姓吃完之后 有好的口碑 他第一年吃完 第二年还会再找你 只有保障了品质 才能得到顾客的认可 有了顾客的积累 才能达到预售的标准 这也反过来要求唐英国 不断地提高樱桃品质 我们就是用农价肥 不用不使用任何那个化肥 农价肥 唯一都是使用一种菌肥 生个儿的 看来 预售也需要经过详细的策划和考量 电商卖农产品 虽然已经很普及了 但是 想要让一类农产品成为爆款 需要完善和突破的地方 还有很多 只有不断摸索和提高标准 才能让农产品电商产业 焕发出新的生机 创造更高的效益 电商这种新的销售模式 也催生很多新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预售 那么预售的前提 就是一个好的质量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下面时间咱们来关注天体 来进入今天的天下三农 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蒸冠白菜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鱼儿 今天是农历的5月27 那今天咱们全省都以雷震雨 或者是震雨为主 西南风或者是东北风 三到四级 部分地区是在四到五级的 白天的最高温度 在24到32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温度 在15到20度之间 气温回归凉爽了 那这场雨呢 也让近阶段 没有降水的大田商情 提高了一点 这场雨啊 可以说是缓解高温和干旱的一场 及时雨 那了解过了天气 咱们再来看看 乡亲们又给咱们提出了什么问题了 这位乡亲说 老师你好 我们家呀是种大葱的 去年选的品种不怎么样 今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款 抗病好一点的 成熟期短一点 葱白相对长一些的品种呢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我们沈阳市农科院选育的 盛定一号大葱新品种 正能满足你们地区农民这一需求 盛定一号大葱新品种 租稿在130公分左右 板长50到55公分 抗病能力都很强 生长速度特别快 适合上茶种土豆 小麦西瓜 甘蓝等座物 它是理想的下茶接口的大葱新品种 圣经一号大葱品种 叶色是绿色 功能叶片5到6个 抗导服能力强 蜡粉是适种 在7月中旬进行定值 10月20号左右收获上市 对它的产链肯定是要高 因为生产速度快 在4月20号左右就可以达到成熟 可以上市了 这品头我们要种了 在市场上销售什么呀 圣经一号大葱口味发甜 在市场上销售情况很理想 还有一位观众跟我们留言说了 说老师您好 我们今年要种大白菜 想选一个采收时间灵活一点 收益也不错的大白菜品种 麻烦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给他解答一下 我们现在推出大水大白菜 咱们这个大水大白菜 它的生育期就非常灵活 一般的白菜咱们都在 80天左右的采收期 但是我们这个大水大白菜 70多天到75天左右 就可以完成它这些状行 就可以采收 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市场的行情好 我们就可以提早的收上市去销售 但是如果说现在刚开始市场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们想等一等产量 等一等再卖集中上市 那么咱们就等到它80天左右 这个时期咱们这个大水大白菜 它的产量它的息还会更大 这样以来产量你就会更高 在产量上去弥补一下咱们这个收入 产量高了 收入呢也就跟着高了 也可以根据市场的那个需求 可以抢商 也可以等商 四大水大白菜呢 还有一点 它这个品种呢 主要是口感特别好 它没有硬筋 开锅就烂 属于这种那个甜脆型的 在冬鼠当中呢 它不像一般的白菜 就是烂叶特别多 你需要外面去发很多的那个外叶 但是咱们这个呢 就特别的那个净菜率呢 也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它抱一抱的紧 这样以来我们冬鼠当中呢 它的那个也是比较防止 咱们那个菜烂呢 或者是存放时期短呢 这都不会 它的存放时期还长 那个抗护性呢还强 口感也是特别好 好的 如果说你有啥没听清的 没记住的 或者有啥其他别的问题啊 也可以拨打农业专家热线 024-8652-8168 现如今在网络上 网红经营这个农产品的越来越多 他们靠着自身的流量 就把这个农产品呢 轻松这个销售出去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 咱们能不能学呢 更多的资讯 来看今天的天下三龙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他了 人家原本是野生的 到放归野外的这一天 小家伙已经和人相处 一个多星期了 但见到镜头 从小在野外长大的他 依然要躲起来 看上去像是害羞 更像是害怕了 这个小家伙是在端午节当天 被开源市中雇镇的村民 从农村集市上解救出来的 要是没有村民的解救啊 可能这个受国家保护的小东西 早就进了人的肚子里了 肚子这么大 好像有点奶猪子 只就是有点 后来又看 又看这个后的老百分之百分之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小家伙已经是位准妈妈了 这个发现让救助他的人 更加疼爱了 当地董行的人说 从集市上把他救出来的时候 这只野蛙已经临近预产期了 而幼崽必须在完全的自然条件下 才能保证成活 所以必须马上放归山林 当天放归野外的第二个小动物 是一只年幼笋 就是他 当地居民在一个小区院里发现 便把他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站 经过几天的喂养和训练 小家伙现在已经翅膀硬了 能在野外独立生存了 人和动物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不必多说了 开源被于辽宁北部山区 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现在山林户外的野生动物 也越来越多了 而能够被救助下来 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保护意识 在放归现场 这只野生欢和幼笋 行动有点迟疑 似乎还有些不愿意离开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只有野外的大地和天空 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一座城市的发展 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人才 近日由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沈阳市生产力研究所等 联合编制发布了 2019到2020年度 沈阳市紧缺急需人才目录 有104个职业 被列入了紧缺人才目录 而对于人才的紧缺程度 目录中划分为一般紧缺 比较紧缺 非常紧缺 三个等级 那什么样的人才 现在属于紧缺人才呢 首先是汽车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年薪 30万到80万 再比如农业科学研究人员 从事农业发展自然规律 和经济规律研究的专业人员 参考年薪可达到40到60万 为了吸引紧缺的优秀人才 来到沈阳工作发展 除了确定丰厚的年薪之外 沈阳还会给高层次人才发奖金 根据人才层次和薪酬水平等 奖励补贴对象分为 A B C三个类别 将分别给予 50万 30万 15万元资助 通过当网红 一个月或者一天内 卖出几万元的农产品 现在已经不新鲜了 不少人通过手机上的直播 或者短视频客户端 分享家乡美食美景 风土人情 渐渐变得小有名气 进而带动家乡土特产销售 在实现个人财富增长的同时 也带动了身边人支付 改变家乡的面貌 网络连接了屏幕两端 也改变着屏幕两端 有的电商经营者就反映 如今消费者会直接告诉他们 希望订购某一品种 或者某一区域的某种水果 这种需求反馈到种植端 农户也渐渐改为 按照电商标准去种植 包装 逐步走上了标准化 品牌化的路子 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 新变化将会越来越多地 改变我们的乡村生活和生产 前几天有拍摄者在青海湖 拍到了成千上万的黄鱼 成群的逆流而上 那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场面 非常壮观 黄鱼又称罗里 是青海湖中的特产 它在鱼类中属里科 学名叫做青海湖罗里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每年5月到8月 是黄鱼回游季节 它们要到淡水河道里产卵 在当地呢 有一年涨一两 十年涨一斤的说法 作为青海湖 水 鸟 鱼 共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鱼是维护当地生态平衡的 关键物种 所以不管您是青海人 还是外地人 一定要了解 这黄鱼啊 可是受国家保护的鱼类 千万不要去捕捞 破旧的自行车能干啥 来看看下面这段小视频 这种用不要的自行车轮子和车把 改造成的小农具啊 可以划土 开钩 单人操作也行 俩人操作也可 这种改造的小农具功能 还真挺多 利用这改造的小农具 在地理劳作的时候用上 一定会又省力气又省钱 七十亩小麦的收割 不准用农用收割机 前些日子 这个事啊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事情呢发生在河南省筑马店市的上菜县 由于当地一个空气质量监测站 距离村民留女士家的麦田比较近 有关部门担心他用收割机割麦 会造成阳尘 影响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因此上菜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禁止他用收割机 无奈之下 这农货啊只能以手割方式来收割麦子 这件事被媒体曝光之后呢 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宁可让农户用原始的镰刀去收割 宁可耽误收割 让麦子烂到地里 也不能影响到环保数据 这种打着环保名义的 简单粗暴的做法 其管理部门心里的小九九啊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不能因为指标下降 影响了当地的环保政绩 而至于老百姓的辛苦 那就往后放放吧 一家农户的辛苦 影响政绩的可能性极小 那七十亩的麦子烂在地里呢 也无所谓 老百姓民生的事小 政绩的事大 这就是上菜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做出不准收割机进场的心理动因 其实他们心里啊 应该是知道 这样做呢是有问题的 所以当此事被曝光出来以后 社会舆论一关注 上级部门一调查 这收割机也可以进场了 农民也不用再使用镰刀 来收那么一大片麦子了 这种前后的反差 这种忘了初心的 变了味的政绩观 真是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对于搞种植的乡亲们来说呢 眼下又到了喷洒农药的时候了 所以下面呢 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打农药 说起来呀 大家都是种地老把式的 这个打农药还用说吗 您看了我们下面的一个片子内容之后 就知道这话题到底该不该说了 说到打药 咱还得先从配置农药开始 来看看这位大哥 整个的配药过程是正确的吗 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呢 下面请专家给咱一一指出 第一条就是没有做自我防护 没有戴手套口罩 这些防护用具 第二个就是直接没有撑凉过程 直接把药倒到背壶里头 没有准确剂量 第三个就是没有选用两式吸食法 直接将药液倒到喷壶里头 第四个就是配药的顺序不对 第五个就是直接用手拿着药瓶到背壶里头清涮 那么正确的配置农药的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条就是我们配药的之前 一定要有个量取的过程 我现在先进行一下两次吸食法 背壶里头一定要先加上一半的用水量 然后呢将药液要在一个小的容器中充分稀释 将这个小的容器呢也要反复清洗 清洗的这个药液呢也都倒到喷壶里 我们用过的这个空的包装瓶和包装袋 一定要用清水清洗三次 清洗的这个药液呢也都倒到喷壶里头 接下来咱再来看看打药的过程 这位大哥的打药方式对不对呢 刚才这位农民大哥在地里打药这个过程呢 需要指出几点错误 第一条呢就是打药的时候没做自我防护 一定要把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遮盖上 第二个呢就是左右轮损式的这种打药方式 是不科学的 一个是呢容易有的地方造成重叠 有的地方呢会漏盆 同时呢第三条 人窄喷雾的这个区域内行肘 容易对置身造成伤害 让咱专家来介绍一下正确的打药方法 这是比较正确的施药方式 首先施药的时候一定要做自我防护 把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遮盖上 另外就是打药的时候一定要撤方位推进式行肘 避免自己在药液区域内行肘 做好自我防护之后还要计算好药量 我们施药前一定要撤算好那个行肘速度 就是你这杯壶里头这些药液量要打到多大的地块里头 一定要计算好用什么速度正好把药液打到地块里头 避免剩余药液 一旦有剩余药液呢 我们不能随意倾倒到田田地头和河沟水塘 这个药液呢 你如果还想打到你原有的地块里头 一定是前提是你的那个地块里头没有超量使用 然后将药液稀释十倍再打到原来的地块里头 这样才不会造成农药残留超标 施完药的瓶子和包装袋也一定要统一处理 不能随意丢弃 而且要把器械做好清洗 同时要做好保养 以便下吃用药 另外就是我们使用过除草剂的食药器械 更要清洗干净 否则有条件的话 最好那个除草剂的食药器械单独使用 不要跟其他杀虫杀菌混在一起 我们很多乡亲啊 一般都比较重视咱们的农作物有没有受到要害 实际上呢 我们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农民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 因为很多农民朋友有这样一个误区 他总觉得只有送到医院去救治的这样中毒 才叫中毒 实际上 我们在食药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的迷糊 恶心 皮肤烧痒 眼睛干涉 经常呼吸到觉得总咳哨有异物 这样的症状实际已经是挪药症毒症状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 专家提醒一旦有了中毒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千万别耽误了 荒山呢通常被形容为不毛之地 所以呢没什么价值也没人喜欢 但是铁岭呢有一座荒山 却因为一个人如今呢就变成了花果山 这个人呢叫做郝玉龙 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郝玉龙的花果山的故事 夏天到了 铁岭市清河区杨木林子镇的一片山林里 传来了阵阵性香 你尝尝咱家姓 好嘞 尝尝 相当不错 这口感我跟你说 咱家姓就是这样 感觉这个蒜天厚的是不是 对 你别看这姓小 但是特别甜 口感相当好 三块钱一斤 五块钱二斤 不管我就这么卖 天天一斤 垃圾十块二框就没了 郝玉龙在这片山上种杏树 有十八年的时间了 他种的杏 除了这种提前上市的卖黄杏 还有一种杏的效益更高 老弟你尝这个 好嘞 尝着 这个那杏不是一个品种 不是一个品种 我尝着 相当好吃 等着收透了 干有点缩 现在还没啥收透呢 就是啥呀 就是不过那种 杏树都能吃 我问你咬 你嘛 啊 这就能吃了 这就能吃了 你咬一下 哎呀 割牙呀 嗯 杏仁啥的都能吃 口感好 还能做杏仁锅呢 那那卖黄杏呢 卖黄杏就是杏树 是这就能卖四块钱 啊 如今这片山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可十八年前这里啊却是一片荒山 当初郝玉龙为啥要在这荒山上种杏呢 有点杏树柯的三杏柯的 我今天没说就是给这三杏柯的给它换个头 改良一下了品种 把它变成家杏 郝玉龙在当时是村里的果树技术员 多年的经验让他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无人问津的荒山 我看这个这边吧 是洋片的树 温度还好 光照还好 反正说一说对水果这个 橙色啥都好 过去这片山上都是杀土地 并不适合种果树 为了改善土质 郝玉龙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现在就是 割积分那种上坑 慢慢说这是改造土样 通过溜的劲 这三点干眼的土 慢慢的 过去的荒山长出了不少山野菜 郝玉龙不去管它们 任它们自由生长 就这样 山上的土质也就逐渐发生了变化 你看这土是土的好 它是怎么做形成的 就是你连好感啊 带山野菜了 完了到过季节了 不是过季节了 完了它就烂了 变成 因为养分充足 姓叔的长势越来越好 眼看就要到第三年盛果期了 让郝玉龙意想不到的事情 却发生了 那是最汗最汗 真的 这听我没说都包米啊 你啥 这姓都刚接 你说都汗掉 啥都没有 因为当年汗情严重 让郝玉龙上了不少火 女儿好家 看在了眼里 帮着忙里忙外的同时 也在想办法帮父亲缓解资金压力 山上长这些山野菜嘛 咱这个果下去了也没有啥收入 然后就行是长山上长这些山野菜 然后那个就让大家一起来采摘 然后就是增加一点收入 游客来采山野菜的时候也能了解到这地方还有幸 郝玉龙这个时候也没闲着 因为山下呀有个小水库 所以他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打井 我就挖了 挖了九米深 出水分 还有只有辣旺 我们只能工程这些果树 那些水分 就是让那成天跟水分往上抽 一转眼过去了18年 眼看着过去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郝玉龙的心情啊 越来越好 干劲也越来越足了 距离因为说山城山 它苗小时候啊 它能知道是光照啥也好 现在树大了 就得一点一点建 往下建 那咱现在这棵树的话 一年能结多少 一棵树200均五 咱现在有多少棵树呢 咱家200多棵 现在让郝玉龙最开心的 就是女儿愿意接自己的班 妇女俩一个擅长种 一个擅长慢 今年的杏树长势不错 他们相信 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对于经常喝酒的人来说呢 一闻这个酒味就知道 这个酒好坏 最近呢我们听说 这个辽阳的黎碧玉啊 有一个酒作坊 那里生产的酒呢 有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味 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六月正是山上野玫瑰花 盛开的旺季 每年这个时候 辽阳县黎碧玉村的肖大姨 都会起大枣上山 专门采摘野玫瑰 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挣到零花钱 来来来 来来 我采花 没好采呀 采不容易 好不好采呀 不这么好 现在已经多了 叶玫瑰当地人也管它叫 叶刺梅花 肖大姨采来的野玫瑰 都送到了当地的一家酒厂 这野玫瑰花到底有啥用呢 桂花的 这是咱俩特别的一种酒 这次花是野生的 野赤梅花 它的花样是非常独特的 就是它的酒 非常香 有这个花样味 这个花瓣是跟粮食搬在一起 粉碎玩虾酵 发酵 量制成的 花就是蒸它的馅味 要这个花的馅味 为了保证做出来的 桂花酒的品质 赵大哥说 在制酒的原材料上 添加的玫瑰花瓣 必须得是山上野生的才行 每一次收上来的野玫瑰花瓣 赵大哥夫妻俩都要精挑细选 一遍遍检查野玫瑰花的品质 像他们有柴一些 家里家养子那种花 我们就不要 但是那个花跟那野生花瓣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一眼睛地看了 家画的花瓣吧 比这野生的花瓣大 它的这个白色要长一些 它的香味的闻起来 也是特别刺鼻的 没有野花的这个花香闻着特别游和 特别滞养 酿出来的香气跟那个是不一样 不刺鼻 喝着那茴味有那茴甜味 那有一种甜味的 花瓣的大小都无所谓 主要是看这个味道 野玫瑰花虽好 但是花期却只有十多天的时间 即便这样也可以保证赵大哥家酒厂一年的用量 每天收上来的五六百斤用不完的新鲜的野玫瑰花瓣 赵大哥就用高度酒给它浸泡起来 等到冬天需要用的时候 就同粮食一起发酵 这里是用高度酒泡的花瓣 为了锁住它的花香 方便我们冬天用 用高度酒保险能把它的香气锁住 除了每叫酒要撒上五十斤的野玫瑰花瓣外 赵大哥在制酒的原材料的选择上 也是非常的讲究 用的都是每年秋天 从当地的乡亲们手中收上来的粒儿大 干燥 不打农药的玉米 这样的收购方式 不仅为赵大哥省了远途运输费用 而且也增加了乡亲们的收入 你看他们做什么的原料 克力非常光滑 饱满 非常好 只有好的水源加上好的原材料 才能做出好酒 赵大哥之所以选在自己家附近建酒厂 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玉米好 还因为当地的水质非常不错 好山好水加上野玫瑰的独特芳香 酿出来的酒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未来赵大哥想让更多的人 喝到他酿出来的玫瑰酒 这里还是和大家伙说一下 6月29号也就是今天的18点 在朝阳的万人广场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的富宏之下 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的系列活动 就要开演了 现场会有精彩的文艺演出 同时还有游戏可以互动 还可以获得富宏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不要错过 下面时间咱们稍后休息 稍后继续辽宁卫视黑土地 开源市的林峰乡的魏家村 在2015年被评为省级的贫困村 但是三年之后 他们就成功摘帽了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 他们就摘帽了 原因就是他们上了一个香菇产业项目 下面咱们再了解一下 这个小小的香菇 带给魏家村的大财富 眼下正是开源市林峰乡魏家村的香菇基地 最忙碌的时候 每天见到利卡贫困户郭颖 都会来到基地打工 看着满满一个大棚的群绑 郭颖再也不用为没有活干而发愁了 说起开源市林峰乡魏家村的过去 大片土地是无人管理 不少村民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村里的贫困人口年均收入也不足1000元 而当地的支柱企业养猪厂的日子也不好过 连年亏损不说 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要想摆脱贫困就得去挣钱 所以留在村里的村民也决定了外出打工 但是由于年龄普遍偏大 外出打工的就业机会非常少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就是魏家村面临的困局 而魏家村的领导班子针对实际情况 也明确了思路 寻找适合本村的产业项目 并为没有外出打工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只要有了产业 村民就可以挣钱摆脱贫困 村里的外债也能够还清 2018年 魏家村成功地申请到了 壮大村集体项目的项目资金 有了这笔资金 进一步鼓舞了村干部寻找项目的决心 但机会来了 难题也跟着来了 什么项目才能够适合村里的发展呢 经过考察和对本村气候的了解 村委会主任魏俊田选择了种植香菇 由于气候适宜 魏家村的香菇从五月到十月可以持续上市 不仅上市的时间早 产量还很可观 更重要的一点 是南方这个季节是福祭 没有香菇上市 在市场上能卖上个好价钱 经过一段时间的市众 香菇的销售初步获得了不小的收入 而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 基地又先后雇佣了几百名村民 经过培训 香菇种植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村民上岗干活 比如说这位大爷现在干的活就是给香菇注水 根据香菇的出产情况 这位大爷至少能干七茬菇的活 而在大棚的另一头 这位大姐干的活就是采集香菇 他介绍说 现在干活都是按照一小时十块钱计算的 像现在产菇的季节 早上五点半上班 晚上四点半下班 并且还可以加班 多干多得 香菇产业既给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而且还能够创收 村里开始大规模推广香菇产业 模式就是成立合作社 雇佣村民在基地里打工 与建造立法贫困户签约分红 现在一年下来 基地的香菇大棚已经增加到了110个 香菇产值已经达到了600万 除此之外 村里还建立了香菇的恒温市和烘干厂 一方面恒温市可以保证香菇的品质 而烘干厂呢 则可以在香菇市场低迷的时候将香菇烘干提高附加值 另一方面 年龄更大的村民可以在烘干厂干活 这位大业有70岁了 他和他的老伴都在烘干厂打工 他老伴负责捡蘑菇根 他负责搬运蘑菇和烘干 这老两口单是这两项收入 一年就有三万元 现在生活在魏家村的村民 参与蘑菇种植的多种环节 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一万元 如今的魏家村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产业 香菇年利润达到了一百一十万 下一步 基地将培训农民种植香菇 通过让农户种植香菇更加富裕 下面时间咱们去领海的温低镇 去看一看明长城的遗址 探访一下满足刺绣 同时咱们骑行穿过这个山地花园 然后看一看这个小镇美丽的风光 体验一下生态新领海 红色英雄城生态新领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领海市的温低楼镇 这里是一个名字和风景一样美的地方 你看在一艘小木筏上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湖面上还泛着波光灵灵的光 简直就是一幅非常非常自然美好的画卷 可能你所了解的温低楼镇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乡镇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置身于其中 你就会发现这里不仅仅有着几百年的长城遗址 而且穿过吉安特山地花园 是一片水的世界 在这里满秀采摘已经成为了当地村民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就跟随思雨一起走进秀美满乡温情小镇 走进温低楼镇的大圣浦村 村戎整洁民风淳浦 在深深的院落内 静卧着明代长城遗址古城墙 村民何子明是一名长城遗址看护者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他对古城墙的感情很深 也见证了当地村民意识的转变 不单单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对这个长城有保护意识 就是村民当地的村民也对这个长城有保护意识 因为他是这个长城 因为他在这个村内一种形象了 所以现在老百姓对这长城都有感情 就是你说长城来个生人上这看来 有的老百姓看见来了 也得上这看一看 究竟是来参观的呀 还是来破坏的 乡亲们自发地保护古城墙 古城墙也在默默地庇佑着这里的村民 而在不远处的温迪楼村 一个有关文化和传承的故事正在发生 满族刺绣啊 多流行于满族人聚居的村落 这是一个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会的一项手工活 那在咱们辽宁省呢 锦州领海就是一个满族刺绣非常重要的发源地和传承地 那今天思雨来到冷温地楼这个具有满族特色的小镇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去拜访一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夏老师 他会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满族文化的魅力 夏老师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这就是 对 这是我的满族刺绣展曲 哇 大家正在绣呢 这是我们那些学员正在做各种作品 有黄袍 满族刺绣俗称真绣绣花 图案精美 风格多样 夏丽云的满族作品简洁明快 用色大胆鲜艳 表达着满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从六岁起跟随母亲一起学习刺绣 四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锦州满族的传承与发展 在众多的学员当中 石坤是这里最小的一个 今年二十岁的他 已经学习满族刺绣五年的时间了 而对于满秀 小姑娘也有自己的理解 这里特别有一种自豪 想要把这个传承下去 让下一代的人看见这种满族刺绣的美感 还有这种文化的传承 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满秀文化 夏丽云正在建立满族刺绣传承发展中心 包括展览馆 学校 加工基地等等 他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够学习这门艺术 传承这份文化 也希望这能成为当地乡亲们的一个致富项目 这个项目的成立能带动就业 也能带动非物融化遗产的游项目 这样能让非物融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用满族文化去恢复满族民俗 去恢复满族吃秀 然后和老婆性的发展支付钱几个 让农村妇女在那儿吸秀花 做衣服 解决大约120名妇女就业 然后能传承满族飞夷吃秀的文化传承 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像每个妇女在那儿工作的话 年收入得在三万钱以上 那能解决120个家庭的支付问题 来大伙一起打个招呼吧 其实咱们温第楼小镇 不仅仅是一个颇具满族风情的一个小镇 并且这里还是一个体育特色的小镇 那从2010年开始呢 这里就在不间断地举办全国性质的 非常专业的自行车骑行比赛 你看我和我的骑友们都已经整装待发了 我们一起出发吧 走 这是温迪楼镇英城自村的吉安特山地花园 300亩的比赛场地中有18种路况 是中国北方专业的自行车比赛场地之一 也给这个古运小镇增添了一丝现代活力 在今天这支队伍当中 有两位骑行爱好者 他们的年龄加起来有100多岁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吗 爱一行 路一行 最南边到海南岛 北边到城外山 温迪楼的定位是秀美满乡 温情小镇 秀美呢 除了青山绿水的美 还有人 人的这种身体素质的健康也是一种美 我相信温迪楼这样的定位 能跟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 同时在看了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展示之后 又能体验我们现代的体育运动项目 我想这也是美的一部分 也是温迪楼的特色的一部分 秀美满乡 温情小镇 在温迪楼镇 有见证历史的长城遗址 有古色古香的满足刺绣 还有活力四射的山地花园 无论如今 这里都是领海文化产业的 一个品牌和亮点 下面呢 还是和大家说一下 6月29号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 在朝阳的万人广场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的 富宏之下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的 激烈活动就要开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